是中间这个网段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一条LSA 那么查看这条LSA呢 是通过收IP router 收IP ostf database netlink 就叫做network 10.1.123.4 来看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呢 他发出来的这条LSA呢 他发出来的是 Linspe 你看是10.1.123.4 后面有一个mask 有一个mask是24位 就是说他通告的是 10.1.123.0 24位这一个网段 谁通告出来呢 4.4.4.4 发送出来的 那为什么他又有10.1.123.4呢 因为这一个10.123.4呢 是address of decided route 是dr的地址 然后dr呢 就通过发送出一条这样子的一个LSA呢 来标识他中间这个网段 同时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 找到一些更多的消息 在于究竟有哪一些路由器是连接在这个路 这个网段上面的 分别有1.1 2.2.2 3.3和我们的dr 4.4 跟lsar是发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好吧 那这个呢 是lsar里面所负责的公信 好 可能现在呢 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你说 dr 发送一条lsar出来 来标识中间这个网段 对吧 哎 如果在一个没有dr的网络里面 怎么办呢 比如说点到点 还是没有dr 没有dr 然后大家就只有lsar一啊 那么lsar一本身就只是标识自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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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器 以及标识我这个IP地址嘛 那谁 那中间这个网络谁还管呢 那不能从山谷管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说其实呢 虽然大家都是lsar一 但是在ma网络里面的lsar一 跟在点到点网络里面的lsar一呢 是不同的 我们看一下 在ma网络里面的lsar一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架构 ma网络就是我们的error零是吧 error零里面我们抽一条lsar出来 抽一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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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来看一下 so ip ospf database 一点router 一定要指定一个router 因为呢前面 他会你要通过指定这个名字呢 来标识你要查看的是哪一类型的一个lsa 你不能够敲什么lsa7啊1啊这样子来显示的 你只能够用它的名字来显示 那么lsa1的这些 就叫做router 叫做1.1.1.1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它的这个目标就很单纯了 首先标示自己 我叫做1.1.1 你要连我的话呢 你就连到10.1.123.1上面去 就完了 他还会呢 在标示我dr有一个dr 在网络上面大不了 就在标示这网络dr是多少 这是一个有dr的情况之下 它的lsa1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种情况 是没有dr的lsa1 是什么情况呢 没有dr是我们的r1 是吧 那么这r3上面我们就r5了 router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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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0的我们不管它 我们就看r1的 好 在r1上面呢 结果我们发现 在这个时候 它多了一项出来 大家都是lsa1 是吧 但是呢 大家都有一个标示自己的这一个ip 就是上面这一条 你要连我的话 你就发包到10.1.35.5上面去 同时 它增加了一条新的一个新一项信息 10.1.35.0 然后mars 25.25.25.25 所以它增加 它特别增加了一条条目 来标示中间这个网段 因为现在它没有dr嘛 它没有dr你就没有lsar嘛 那么你没有lsar的话 你用什么来标示中间这个网段呢 你没办法标示中间这个网段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就在lsa1里面增加多一个项目 来标示中间这一个网段是10.1.35.0 两边都会发送出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出来 如果你再去看一下 如果你再去看一下 soul iposdf lat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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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刚才我们看是5吧 现在我们看3 一样 不管你是r5也好 你是r3也好 显示出来的都是两条lsa 这个是在一个点到点的一个网络里面 出现的一个lsa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有两块两层结构的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是完成了它官方规定的lsa1 它要所完成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 最后这一个附加的这一段呢 是用于完成 没有因为没有dr 缺少lsa所要完成的工作 用于标示中间这个网段 中间这个网段 如果是有dr的话呢 那么就这些东西呢 就由dr来管 你看这些 就是有dr的一个网段 那么它就不会 去管中间那个网段 是多少 因为有dr在嘛 dr发不是发了一条lsa出来 在这里嘛 好 这是lsa2 没问题吧 那么最后一条 lsa3 lsa3就很简单 OSPF database 所有的在这行 所有的叫做 summering left link state 这些呢 都是lsa3的 那么你看一下 lsa3 你猜一下 是哪来的 我从Everling 这些lsa呢 都是在Everling里面的 然后在Everling里面 它收到三条 一条是5.5.5.5 一条是10.1.35.0 还有一条10.1.35.0 这不管它 那么你看一下这三条 这两条 这两条 这两个网段 有什么特征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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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个是在哪个网段 这个网段是在哪个区域呢 我们刚才做 Visulink的收 还记不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Ever3 Ever2 这就是我们的Ever2 这个呢 这就R1和R3和R5 之间那个网段了 这个应该是Ever1 Ever1嘛 那现在我们在Ever0里面 收到的这些l summering的这些lsa 全都是来自另外一个area的 对吧 所以呢 OIA的路由 我们能够看到 在路由表里面 能够看到的 所有的O inter area的这些路由呢 全部是通过我们的这个lsa 三 三类的lsa 插送出来的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叫做summering lsa 一种汇总 不是汇总 不是汇总 这千万不要 不要搞错 它叫做summeringlsa 但是它这一种lsa 不是一个汇总路由 它还是以明细的路由 通告过来的 好 但另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 你要注意的 就是说 它这些lsa 发送过来的话呢 它也是有它的一个原则的 不是说任何的路由器 都能够发布lsa 只有什么路由器呢 只有跨越了两个区域的这些路由器 才能够发送lsa lsa 因为它能够把lsa 从一个区域 转发到另外一个区域里面去 那现在存在两个asbr abr 分别是r3和r5 因此在这个 这个时候r3很明显的一边连接的是r0 另外一边连接的是r1 所以它直接把r1里面的35.0那条路由呢 转发到r0里面去 另外一个是r5 r5虽然一看起来好像跟r0毫不相关 那么你是不要忘了在r3 r5今天我们做了一条vorsalink 所以在这个时候r5同时也是r0跟r2 还有r0和r1的一个abr 因此r5上面它的这个锅 它的这个逻辑上面的一个地位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是这是r5 然后这边是r0 然后呢一边sever sever0口是area r1 然后look back口呢 是area 那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look back口 look back口 这是s0口 这边是多少 这是tunol吗 这是tunol 或者是warsalink 都可以 所以它有两条 所以它有两条发布过来 一条是把r1的35.0这条路由 发布到r0里面去 另外一个呢 是把area2上面的这个5.5 5.5.5这一条i路由 发到r0里面来 所以这两条路是这样子来的 然后r3因为它直连到 r3就在上面了 r3就在这里了 r3就在这里 那么它直接连到r0里面去嘛 那么它直接把中间这个r1的 导到r0里面 那就完事了嘛 好吧 那这个呢 是我今天先讲 好